本文梦亚是今天的话题,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工作,政治界微信ID,专门小说这一话题的由头,是源于国务院最近的大读查。 9月10日,国务院第一督察组对北京协和医院,北京医院,北京同仁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了暗访,暗访的重点包括恰饭字问题,一地就一结算等,而这一督察组的组长,便是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。 配置在说这个话题前,先说一下有关国务院副秘书长的三个问题,其一,国务院副秘书长要配置多少人? 2008年7月10日,国务院曾印发了一本《国务院办公厅主要指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,其中提到,国务院办公厅机关行政编制,为519名。 其中,国务院秘书长一名,国务院副秘书长九名韩兼职。 其二,现在国务院副秘书长都是谁? 郑之君注意到,今年二月以来,国务院有三位原副秘书长卸任,分别是江泽林、方永清和江小军。 那也有旅行者,今年六月,十月于南省纪委书记跟陆俊华重回中南海,任国务院副秘书长。 据政之间统计,除陆俊华外,国务院副秘书长还有,丁学东、丁向阳、朱孝勤、孟瑶、彭树杰、李宝荣。 其三,国务院副秘书长到底负责什么? 要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,今年六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明确,对各地区、各部门报送国务院审批的空门。 国务院办公厅要届时履行审核把关责任,提出明确办理意见,对部门之间有分析的事项。 国务院分官领导同志,应主动加强协调,取得一致意见或提出倾向性建议。 国务院副秘书长要协助国务院分官领导同志做好协调工作,出了相关的规则和文件。 从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其他职务中,我们或许能得出更具象的回答,丁学东先来看丁学东。 丁学东,1960年2月出生,江苏仁,早年曾在财政部工作。 2010年5月,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丁学东履行国务院副秘书长,在该岗位工作三年后,赴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。 2017年2月,丁学东二度出院国务院副秘书长,并被名制为政部长席。 今年5月,在陪同国务院副总理韩正,在广东调检时,丁学东的身份变成了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。 韩正和丁学东的交集,不止那一次,关心时政的人知道,新一届国务院班子成立至今,国务院的一些小组都进行了调整。 伴随调整而来的,是韩正、孙春兰、胡春华和刘鹤,陆续增添了不少监职。 但大家可能忽略的一个情况是,在这些小组中,也有许多国务院副秘书长。 政治君注意到,丁学东是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,非国务院一是协调机构的副组长,是经经济集周边地区大气污染,防治领导小组成员之一。 是全国绿化委员会副主任,是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的副组长。 这些小组的组长,都是韩正,不仅以上这些,财政出身的丁学东还是洋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,以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副主任,而后者的一把手,是国务院副总理刘鹤,丁向杨宇二度出院国务院副秘书长的丁学东一样, 丁向杨也是国务院系统的一位老人。 公开资料显示,丁向杨早年就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过,后来当过北京市包改委主任,2006年10月至2013年3月任北京市副市长,后回归中南海任副秘书长。 到目前为止,丁向杨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于五年,郑之君注意到,丁向杨曾多次跟随孙春兰外出调研, 今年6月30日至7月1日,孙春兰出席在河北召开的退役职员工作经验交流会,丁向杨也出现在这个会议上。 8月30日至31日,孙春兰在陕西省调研地方并防治工作,丁向杨陪同在侧,在孙春兰领衔的一些委员会或小组中,副手业包括丁向杨。 6月7日,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,其中主任是孙春兰,副主任是魏建雷主任,马肖尔和丁向杨。 7月11日,国务院对国务院教育都纳委员会组成人员做了调整。 主任是孙春兰,副主任有两人,一人是教育部部长陈宝生,一人便是丁向杨。 值得一说的是,丁向杨也出现在了胡春华领衔的委员会或小组中。 答案接下来说,一下陆俊华和孟阳,陆俊华早年已长期在国办工作。 2014年4月,实任国办秘书三局局长,本陆俊华红将海南升副省长。 2016年12月,陆俊华赴云南任省委常委,省契委书记,工作一年大后重回中南海。 最近,陆俊华的名字也出现在一些小组的名单中。 8月27日,国务院决定,任命国务院副秘书长陆俊华为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员。 9月1日,国务院调整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,组长魏刘鹤,副组长有四人。 其中之一便是陆俊华,除总理和四位副总理外,国务院还有五位国务委员,包括国务委员,国防部部长魏凤, 和国务委员网友国务委员,外交部部长文艺国务委员,国务院秘书长萧杰国务委员,公安部部长赵克志正之间注意到, 孟阳曾多次陪从网友外出调研,孟阳还有其他任务。 今年五月底,全国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,孟阳以国家禁毒委副主任的先生范料下,还有两位国务院副秘书长任意把手。 书下秦任国家信访局局长,国办管理,李宝荣任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,国务院直属机构,相比以上这些国务院副秘书长。 彭树杰的消息并不多,彭树杰早年长期在新华社工作,2015年11月,职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的彭树杰旅新国务院副秘书长。 至今仅三年,在这次国务院大独察中,彭树杰建第五独察组的组长,资料新华社央视国务院官网叫对罗金。